看这大雪下的 开始下起大雪来了 看我们这个小山村 下雪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吉祥 昨晚上下雪了,你看这满院的雪 下的挺大的 这一下雪气温也降低了 今天特别冷啊 看看咱们养殖鸵鸟 下完雪以后怎么样 看能不能扛得住这个 低温天气啊 咱们去看一下,看这个鸵鸟 行不行,能不能受得了 看这雪下的 昨晚上下的挺大的 这是个鸵鸟圈 这时候定着临时的鸵鸟圈 里边一个棚子啊 外边又拿塑料布扣的一个棚子 就为了让鸵鸟挡鱼血的 看这大鹅是啥事没有啊 大鹅过两天就该杀了一个 能冻住了就该杀了 咱们先看看鸵鸟 咱们现在看看鸵鸟 看看鸵鸟 看这鸵鸟是什么 放 出来放个风格 看看鸵鸟见雪怎么样 喜不习惯在雪地里玩啊 看这鸵鸟还行 还都挺欢实 挺好 这鱼这两个长得特别猛 前两天还死了一只鸵鸟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那天那个地下凉了 可能是没垫东西凉住了 应该是 这头一回养这个东西 也没有啥经验呢 就得慢慢摸索慢慢学习了 看还挺好 哎呀还行 不大回事还 四个多月长得这么大了 四个多月长得这么大了 我看 四个月左右 四个月左右 看鸵鸟特别喜欢晾的东西 喜欢刀吃这个晾的东西 你看 你看我这个有个拉锁 这个头 是晾的 紧上来刀了 你看 咔咔刀 真假的 你看 这扣上的可爱刀了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 就怕吃鱼 用钉子了 钉子了 一些铁带 带晾 晾的东西 铁器东西 千万别让它吃着了 它要吃着的话 就多点就 就报废了 你看 你干啥你啊 你可以一边你啊 你可以一边你啊 揍你 揍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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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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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停挂了 我揍你了 不停挂了 我骑你跑 你 这家伙 咔咔上来刀了 外面还是冷啊 你看 它们吃完 溜这一圈 然后进圈了就 就进圈了 这家伙 这个家伙 个儿大 这个大的还差一点 那两个长得小一点的 就怕洞可能 现在气温最低应该是零下二十多度了 二十好几度零下 看这样 现在鸵鸟还没啥大问题 没啥问题 但是过一阵子气温达到零下四十多度的时候 最冷的时候 零下达到零下四十多度 那个时候 这鸵鸟能不能承受得住 就不知道了 咱们慢慢等待着看看吧 欢迎朋友们 持续关注着啊 关注着看看 等到时候看看这个鸵鸟到零下四十多度的时候 能不能承受得了 好了朋友们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谢谢你们的观看啊 欢迎没关注的咱们关注一下啊 那么下期见 也欢迎朋友们 评论转发点赞啊 谢谢你们的支持 下期见 拜拜